道安!道安! 道安!道安! 時間11點36分 氣溫攝氏12度 相對濕度81% 陶傑、岑朗天、鮑偉聰 網絡反應好熱血 有一位著名維園亞伯的聽眾說 他說現在香港與九七前相比 他說現在香港除了科技、時尊和美容進步之外 讓都退到不成形 甚至沒有了 真是一個沒有福利之餘 又沒有人情味的地方 寫專欄和做電台節目 最重要是表達方式要淺白 中國人寫文章受過瑜伽思想影響很大 喜歡說溫柔敦厚 否則人們受不了 嘩 嘩 這麼得了 為何不約封套 這些是濃郁的文字 英國人的散民兆品 充滿嘩苦 諷刺 幽默 甚至是自嘲 我覺得我自己的文字又不是寫給大陸的人看 寫給香港人看 我對香港人有信心 因為香港至少到1997年 是一個國際城市 香港有很多人去外國留學 香港有很多人懂英文 香港有很多人 他們的下一代 在美國成長 回到南桂坊喝酒 他們的思想內涵都很西化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想很多人 你不要單是由我自己寫作的那裏去 覺得這句又太過辛辣 那句又太諷刺 應該想深一點 去想一下究竟我所說的對不對 有沒有依據 很多人就是因為他內心深處有共鳴 但他受不了你一枝筆直插深處 我最初去英國的時候 就是英國處於工黨最失敗的統治連台 垃圾工人罷工 回礦罷工 電力工人罷工 烏燈黑火 好像置身於蘇聯 看來整條街燒條 死氣沉沉 1978年一場大選 保守黨的戴翠爾夫人上台 一上台的累積風行 整個很激烈很激進的市場經濟改革 就削減開支 因為他是魅力營的領袖 他相信的那套價值觀和信念 他一旦仍然是對 一路堅持下去 不屈不立 不會放棄 會不會太過分 會否定我們 哪些政策 她將會放在她的成長 她現在認為 應該要被削減 我會很幸福 我的成長 會持續 成功的成長 看著他將整個國家脫開鴻骨, 哇,這件事呢, 即是參與其勝, 我覺得做人一生是幾幸運的事。 如果那些朋友問, 為何佛特斯抗爭了他? 大劇《海撒大帝》裏面的佛特斯連同整班人就將他謀殺, 海撒死的時候他的民望非常之高, 他要怎樣走出來對這些人民交代, 怎樣解決一個矛盾, 怎樣取得一個新政權的合法性, 這個是素之以情和理, 這方面我們完全不知道布魯徒是治國之後的能力如何, 是吧? 他一定不會比海撒厲害, 但在那個時刻, 在一個國家陷入混亂的時候, 他這樣站出陽台, 登高一呼, 就可以收到收跌人心之效, 這個就叫信心, 這個就是領袖, 不是因為我愛過斯特斯, 而是因為我愛過歸更多, 為何以為斯特斯而生, 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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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一個政治家當然不是打好一份工那麼簡單, 首先要做好一個演員, 香港在1997年之後, 慢慢有一種自卑感, 不知道是不是做慣了殖民地, 做慣了殖民地, 有一個遺傳, 這個遺傳就是當你有一個機會, 是站直去自己決定, 對某一種大事大非, 非常清楚的問題去決定的時候, 他往往是怯的, 故左右然他, 找樂高頭看上面, 看看上面是甚麼意思, 上面不出聲, 你自己主動靠攏去做上面那個主人的相同動作, 但其實這個我想不是一國兩制的原意, 一國兩制就是在解決了一國的主權原則的大前提之下, 容許很多兩制的差異。 香港人已經不是太講英文了, 名律師曾經抱怨, 以香港大學生現在的英文水準, 他一個徒弟都收不到, 在本地居住的荷蘭音樂家迪華道就說, 如果香港還想做國際城市, 先不要管甚麼全民普選, 全民說好英文才把, I kept it for a week, to see how long he'd lost, 但是, 無論口頭上怎麼說, 香港人以實際行動, 其實選了的, 與其削尖腦袋, 和紐約倫敦一較長短, 不如守住大中華區域的頭牌地位, 在1997年後, 可能多了很多口號, 例如高科技講, 中藥中心, 這些令人一聽到, 非常振奮, 但他沒有理會這些空洞的口號, 和詞彙到底怎樣去執行, 例如高科技, 甚麼是高科技呢, 由放火箭, 放衛星, 至到電子, 儀器, 這些都是高科技, 究竟你是搞哪一科呢, 中國150年來, 自從洋務運動以來, 現在的現代化, 為何經常都這麼邁濟不遲, 為何有這麼多問題, 我相信是和口號先客, 官僚就跟隨, 但其實最後, 在官僚的消耗之下, 往往都是一事無成, 最後你只能夠回歸無實, 說回SIPA自由行, 都不要說那麼多, 讓上面搭水喉下來, 即是鼠送血液, 就是這樣, 十年, 對一個小孩, 是很漫長的, 童年的暑假, 總是好像放不下, 每個小孩都很興奮, 期待十年之後長大, 拍拖, 讀大學, 賺錢給自己花, 但是一旦細故, 就沒有人忍心, 十年後要面對自己的衰老, 或者夢想的幻滅, 還開始懷舊起來, 七、八十年代, 其實香港是一個兒童期, 好像那些小孩, 八、九歲的時候, 永遠天真, 到了你十三、四歲, 要做功課, 要回考, 跟著要想一些前途的問題, 那時候就會有很多恐懼, 和很多焦慮, 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 九七之後, 是一個成人期, 也是一個學會, 自己走路之後, 是自立期, 所以我說香港問題, 是一個很philosophical的問題, 就是我們從香港看到做人, 是吧? 我現在都覺得, 出來賺錢, 做事, 是有時候很疲勵, 我都很想回去, 到七歲的時候, 有父母照顧, 雖然也不是出入有名牌汽車, 但去的地方都是動物園, 冰頭花園, 遊樂場, 世界一片光明, 沒有負面, 沒有陰暗面, 可以經常很開心, 但這個夢是不會長久維持下去, 一定會醒, 九七, 可以說是一個, 香港人的夢醒時份, 正當香港交還中國之後的第一個十年, 香港人開始覺得, 天良好過秋, 也不能夠再幼稚, 來武衝自己年輕了, 天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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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良好看,